亲友们好,我是四郎 今天给大家解一下天天象棋残局挑战的205关啊 注意是残局挑战不是残局闯关啊 这一关就两个知识点 一个是顿挫,一个是聚病配合的杀招 但是呢四郎就有一点想不通 有个小子六步通关了是怎么过的呀 反正我过这一关的时候十六步都不止啊 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这里我是这样走的,先平局一将,黑方一躲 这时候咱们不要进门拱式,拱式是杀不死的 因为你一拱,那黑方退降 你再平平黑方跳马了 你现在没法平局 你要走别的,黑方有势招可以解 这里咱们要这样走啊 先不要拱式,再给他来一将 黑方一躲,然后进人一卡 现在平平一将是绝杀 黑方老将没法动,他唯一的解法就是落势啊 那么落势以后,我们现在退局 哎,你看,现在咱们局的位置就变了啊 原来呢是在对方合眼,现在呢在自己合眼 那么现在啊,咱们一平平再用拱一将 这个棋不就完了吗 这里虽然说黑方有拱马炮,但是他守不住啊 这里一般电脑呢会选择一个称式 那么现在由于咱们红防拱的位置变了啊 咱们可以再来一遍 平局一将,他一躲,现在在拱式 拱完以后准备平局杀,黑方只能退老将 然后我们步步紧逼,往左平兵 现在平局依然杀齐 黑方这里不是什么用的,他还得退老将 然后我们平局一将,黑方回中 回中以后我们平一步鞠 准备进局叫杀 这里咱们平局啊,平一步即可啊 你看这棋,你平两步是马脚 你要是平三步,那黑方退底炮了 退底炮以后他还要平炮一将呢 这肯定不行,咱们就平一步即可 那么这里电脑一般会平炮打一下鞠 那我们这回再平局分边 黑方再平炮打鞠 然后我们给马吃掉 吃掉以后黑方就会补试了啊 然后我们进局往这一点 现在进边拱式是连杀 黑方这里会落势 那这里我们来一手移行换位啊 把这个鞠从左边移动到右边 这个鞠呢只要出九弓就行啊 那现在进局是杀齐 黑方补试也是个死 这里一般电脑子会直接送鞠啊 那我们就吃了 吃完以后他再补试 那这里我不要下底啊 还是把鞠放在这 那黑方再落势 我们移行换位再把鞠掉过来 掉过来以后 如果黑方补试拱了就行了 那如果黑方出老将 我们就平兵 现在准备进局杀 黑方只能回降 我们进兵一个掐拨锁侯 现在准备进局杀 黑方只能补试 红方进局一将 黑方电视 红方平局杀是 绝杀 无解 一切归于平静了 那么赢下这番棋的四郎用了二十步 我就特别想知道 那个六部绝杀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确实令人费解啊 好了企友们 这就是这一关别忘了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见